下面请您欣赏独占花魁 表演者郭德纲 于谦 谢谢啊 刚才是我两个徒弟 孔云龙 李云杰 很卖力气 话筒都湿了 也不至于的 还至于湿的底下去吗 太卖力气了 嘴里没劲 在后台 看着他们我特别的感慨 怎么呢 俩来的时候都没多大 小孩 现在一晃 都结了婚生了孩子了 你说这玩意 平身吧两位 什么呀叫平身 谁跪下了 那么我说像孤灯跪下俩 总卿平身 谢谢大伙的支持鼓励 慢说 这帮孩子们 其实我们老说 我们俩人的台上还是小学生呢 可不吗 指的是艺术 是 实际上到了台下 咱们这岁数都不小 都四十多了 四十多了 尤其于老师 你看他烫个头 显得是年轻 提烫头干嘛 这是您的logo logo 我自个还弄得这个 但实际上来说 这个岁数不小了 是 有的时候真是也觉得 哎呦 老了 对了 观念都跟不上 得更新 我今天来的时候 就到这 北斩这后边转过来 快进停车场了 马路边两个孩子 顶多就是初一 小孩 我不是十几啊 上初中一年级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十多岁 就那树根那 俩人抱着跟那亲 哎 哎呀 才多大的孩子 可不是 我看了四十分钟啊 啊 过瘾呢你这 看不惯 哎对 你是看不够 明天我还去 换人我也看 哎对 就看换人的 哎 说句 说句良心话啊 咱们 咱们可能是真是 岁数大了 是 接受不了了 嗯 但是说句良心话啊 活了多半辈的 有千哥这么一个好朋友 我觉得挺直 您 您捧我 这是这行里边 最正直的人 正直是应该的 有时候台上啊 一说笑话 千哥如何如何 你们都觉得 逗着玩啊 台下有人接触过 于老师 是 人非常的好 你看 而且来说心胸宽广 应该这样 我这个人是这样 你打我一下 我准打你一下 牙子必报 你看看 嗯 千哥没有啊 千哥净忍 哎算了吧 不志气 去去吧 净这吧 啊 有的说 千哥你这 你这都能忍 哎 就是 就是 不惹祸 他跟我真是不一样 哦 我们印象特别深 那年 我跟那虎方桥那 那个啊 当时在 在虎方桥是 胡网会晚演出嘛 啊 就在那个 那个对过 不就 清花池嘛 好家伙啊 千哥时候在 看出胸怀宽广 什么事 好 那几个疯子 那几个 女疯子 骂于千 千 看都不看 我呢 转身 奔男御池走 我进错御池了 那我识别远 也没打我 就是好事 咱们看着 真佩服 还女疯子 真佩服 千哥 给讲讲 你也别人走错一回事 说句良心的话 在我心中 这就是了不起的人 您捧我 说笑的 小孩们 从小就学着 搞对象什么的 是 千哥没有 我晚了 从小没有 那会上学的时候 取一学校 取一班老师 你看于千 不早练 对 一门心思哥的专业上 练功 拿了当表帅 是 包括到后二十了 千哥给介绍一对象 有介绍 介绍个女朋友 对 怎么 不是我的菜 你瞧 来这个 这个怎么样 咱们 同行 这多好 搞取义的 不是我的菜 这也不是 心思都搁在专业上 练功 哪个都不是他的菜 对 一直到后来碰见嫂子了 这是我的菜 这是了 我心说这么些年 我可等着他说这么句话了 是 太好 我就等着后半句 没有 后半句说什么呀 这是我的菜 一块吃点吧 没听说过 一块吃点 我都要拿碗去了 筷子呢 说句良心话 也就是嫂子 能跟您配的一块 是吧 有人见过 没见过 嫂夫人很漂亮 嫂子 说良心话 在我们那一片 这份呢 好 她媳妇 七岁 就狐狸精 真 干嘛 我媳妇狐狸精 第一批 什么叫第一批 狐狸精还另批 学校你选的吗 怎么叫狐狸精 大约红领巾吗 红领巾呢 你听上什么了 您说狐狸精 我说的红领巾 您什么嘴呀 这事 还是那五星朝天盘的 你想歪了 废话 红领巾 红领巾 哪叫狐狸精 不是狐狸精 嫂子那狐狸精 那天下没什么狐狸精 她要是的话 天下没好人了 对你多好 那是我们有感情 出去演出 下雨 好家伙感冒发烧 媳妇心疼的直哭 那是 一不解怠 伺候她 半夜还给她熬中药 照顾吗 半夜穿着中药 大郎 你喝呢吧 我敢喝吗 我在外屋 跟王妈妈那坐着 好嘛 行了 老有你 贪金莲是怎么的 就说这意思 嫂子 大家归宿 这什么大家 大门不出 二门不让卖 不让卖 让卖不让卖 要卖早出去了 不卖是吧 不让卖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对 千儿一说出门演出 走半个月 走十天 嫂子连门都不出 就不出去 多闲货 别招这个 多厉害呀 现在如今这社会 谁家媳妇能做到这点 不容易 千儿回来也感动 是吗 十五天半个月 对 没出门 没出去 你跟家干嘛呢 写毛笔字 练书法 迎头小凯 多好 写了一锣了 文章 还有文章 千儿眼泪都快下来了 我看看吧 瞧瞧吧 我出门十五天 媳妇跟家写十五天字 你瞧瞧 拿来看看 怎么写 撇撇如刀点点四桃 凤舞龙飞一般 字好 文章写的好 说什么呢 黄昏 与邻居王大哥闲谈 清晨 送李先生五语 深夜 与赵大爷 看岛国动作片 后半夜 别说了 别说 他是没出去 竟往家招人了 做文章嘛 做什么文章啊 做文章嘛 这份 说句良心话 等若干年后 您跟扫夫人 一定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 照着我们学 那是 千古以来 多少夫妻两口子 留下了一些个家话 到今天还有流传 这可不少 举个例子来说 玉堂春 这是近人皆知 三堂会审 玉堂春 对 明朝的故事 是 玉堂春什么人物 什么 那是一个有技术的女人 您就别拽了 那叫妓女 就完了 说的很难听 就这么说 玉堂春 本名叫郑立春 山西大同人 从小被拐卖到北京 他那个工作的那个特种行业啊 在前门 有这么一个娱乐场所 那老板姓苏叫苏怀 买了三个闺女 一个叫翠香 二的叫翠红 第三个就是郑立春 是他 买了之后 随老板的姓改姓苏 因为他是第三个 所以起名叫苏三 这都知道 玉堂春指的是从业以来的花名 就如同演员的艺名 是 本名于谦 艺名于堂头 他没听说过 我就别起这艺名了 那么这 王金龙呢 就是王公子 是 就是当时到他们单位来消费了一个客人 这说的多文明啊 这 王金龙 也有叫王景龙的 是 家里有身份 他父亲是历部尚书 历部尚书 是 朝里的官分这么几个行业 历户礼兵行工 对 历部就是现在的组织部 组织部 王金龙是组织部部长的儿子 官二代 到这来 看见玉堂春了 两个人 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 是 演绎了一段人间佳话 不错 京剧有这个 嫂子看过 我媳妇也瞧 嫂子看着 泪流满面的 感动 我要做玉堂春 这什么目标这是 穿好衣服 画得好看一点 现穿这衣服都 还看着 还有呢 杜石娘 这也尽人皆知 杜石娘都知道 为什么叫石娘呢 她工作的那个地方 十个女孩 她排第十 这比那多了 姓杜 本名叫杜威 是 你看挺像长知识 你老知道玉堂春杜石娘 你得知人名叫什么 有本名 叫杜威 在单位里边 叫杜石娘 碰见一客人 什么单位 这也不 这客人叫李贾 李贾 他父亲是不正使 又还是官 现在说副省长 副省长的儿子 到这来视察 到这视察了 碰见杜石娘了 到后来 把杜石娘买出了院 后来发生很多故事 那是一个悲剧 对了 杜石娘怀抱宝箱 投水死了 怒沉抱宝箱 京剧平剧 都有这出戏 嫂子看过 也看过 我要做杜石娘 这黑了心 要当妓女去 穿好衣装 画得漂亮点 一直都没穿感情 这衣装 还有一个人物厉害 梁洪裕 梁洪裕是怎么意思 梁洪裕也是宋朝时候的 大户人家的闺女 她有身份 她父亲 她哥哥都是武将 两军阵前失利 打败了仗 被朝廷杀了 按当时的法律 家属要充公 充公 就是官卖 这闺女结果卖了 成了一个有技术的女人 又来了 有一次酒席宴前 好多文臣武将那吃饭 招这些个人过来展示技术 您就别提这个了 酒席宴前就发现 有一个叫韩世忠的人 韩世忠 这个人坐在那低头 也不说话 剩下那些官 喝酒喝的都没人样 梁洪裕就想了 处热闹场中 耳面冷冷者 此其人必大不凡也 好眼力 什么意思 就这么乱腾 单有这么一个人 心如止水 这是个英雄 他看出来 于是跟着韩世忠 丛梁 丛梁 后来宋朝封这位保国夫人 厉害啊 勒鼓战金山 就这出戏 有名的 嫂子看过 也看过 我不要做梁洪裕 为什么呀 干嘛丛梁 连丛梁都不行了 至于这样 每个人的爱好是不一样的 没有爱那子的 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姑娘 谁呀 叫花魁 花魁是什么 我们老说这么句话 说这谁谁 独占花魁了 对老话 这实际上是一个故事 您说说 全称叫卖油郎 独占花魁 卖油郎 挑着挑卖香油的小贩 叫秦仲 打朱仙镇跑出来 跑到临安 就是现在的杭州 在杭州街上 挑挑卖香油 有一天 路过一个特种行业 又来了 单位文权老有人 瞧见这姑娘 这姑娘当地 称为花魁 就是好 群芳魁首 说所有的女孩里边 她最漂亮 好看 这叫花魁 本名呢 名字叫姚秦 姓什么呢 草字头 底下一个辛苦的心 这是一个多音字 也念身 身身学子 搁的信 念心 心 姚秦 但是一般都说 这是花魁姑娘 就这么叫 卖油郎就看上她了 群众说太好看了 我什么时候 能会一会 这个女孩 打算见面 见一面是五十两银子 还挺贵 当然 这现在不好换算 因为她要考虑到购买力 咱们简单的说 就那会儿一两银子 相当于现在的三四百块钱 见一面五十两银子 你算什么 不少钱呢 那可不 这比您上东莞 别提那个 对一个卖油的小贩来说 这是一笔大开销 是 但是从心里边爱这花魁 那怎么办 赶紧多做买卖 省吃捡用两年 凑够五十两银子 多有心胸 那是大气 就是这么耿直 这什么耿直 终于来到这烟花院了 见一见花魁 当天晚上花魁喝多了 这群众一上楼啊 就闻着这屋里边香气扑鼻 有香 正当中摆着一个巨大的香炉 里边点着香 是客人们从宫里边拿来的 好香 当时就蒙了 稳住心神坐着看 这姑娘跟那喝多了 整个这一宿就坐着看着 就光看着 三更天 姑娘醒了 吐了勤动一身 伺候着一晚上 又给她喂水 到天亮了 女孩才醒 说你是一个正人君子 我决定嫁给你 这叫卖油郎独占花魁 好故事 我说过这个书 我也唱过这个戏 我们的传统曲艺里边 像单琴大鼓 西河大鼓 烙听铁片都唱过 都有这出 其实戏剧也没少唱 地方戏唱的多 是吗 京剧也唱 京剧有吗 不过京剧 北方的剧团唱的少 那都是 南方唱的多 南方唱的好听 竟是联谈啊 多着唱啊 海派戏唱 独占花魁 今天我们后台 来串门的 来一个老琴师 拉弦的 八十多了 老艺术家 后台聊天 刚才聊这个 还带着弦呢 我还唱了几句 这么着 您得唱一个怎么样 光说这故事了 咱们听听这戏 说句良心话 干唱 一点意思都没有 因为海派戏 它讲究起伏跌宕 每一个小签运用的 它有弦保着好 这有弦 我刚才还跟老先生聊天呢 我说来一回 老师不啥子 听不见 没关系 老先生既然来了 我给他请出来 咱们大伙听听这个好吗 八十二岁了 高龄了 八十二岁高龄 我折着脸 我请去 老先生请出来 老艺术家 你有家在吗 老先生呢 老先生怎么跟初六似的 过来 这是老先生吗 这比老先生小点 小多了 老先生呢 后台那老先生呢 送走了 闲呢 留下了 好孩子 要钱了吗 没有 愣抢的呀 这是 好开心 好开心 什么大人这是 没想到 来个小孩 这个小孩有认识 有不认识的 我得介绍一下 这既是我干儿子 也是我徒弟 当我干儿子的时候 他有个名叫陶阳 当年你们老说 那京剧神童陶阳 就是他 这么高 这个玩儿后来 我明天俩挺好 他来的时候就这么大 我跟他聊天 我说你可记住了 京剧舞台 现在卖钱的角 在童年时代 没有一个是神童的 神童没有坚持过 17岁的 说现在哪个角 当初就是神童 没有 我说你考虑一下 日后如何 因为小孩 还有一个变声期呢 闹嗓子呀 倒仓 倒仓啊 倒完之后 没有那个调门了 怎么办呢 后来这孩子决定 也说像 当时我记得 好些个京剧观众 人家还都哭着喊着骂我 骂 把我们的京剧神童还给我 我心里说还给你们 你们也没法养子呀 是吧 一眨眼长这么大了 你会拉弦啊 会呀 有这手艺 有这个 这今年庙会 咱们算行了 这什么心胸 真好 那就那也行 那让我儿子 拉一个我们岔段行吗 好啊 老艺术家没请来 请一小艺术家来 儿子 哎 儿子 哎 儿子 哎 我叫谁呢 哎 哪儿得往我这指啊 还得唱过戏 唱过戏 他那身段大 他指的是自己 对对对 别替他褶褶说了 这我瞧着可是奔我来的 这单便宜没够 我这什么便宜吗 一点意思都没有啊 行嘞 那既然你来 咱们就一块热闹热闹 好吗 好 这个卖卖力气 好 卖力气 给毛上得对得起观众 当然 吃饭了没有 吃了 吃的什么 窝头 说点好的 好窝头 说点高的 高窝头 说点露脸的 露脸的窝头 来来来来来来 你要给儿子净吃窝头 这也得跑了 废话 叛变都是吃窝头吃的 我告诉你 叛变连窝头都吃不上 那咱们就 毛毛利气 好不好 太好了 那个 你是我的儿子 您是我的爸爸 我养你的小 我养您的老 等我老了 我也大 对了 我也能挣钱了 行嘞 你养我啊 我养你 你要不养我怎么办呢 还有我哥呢 是 我招谁惹谁 我占你们俩中间了 老有我 这我就踏实多 您就不要感慨了 我这没想到 行 行行行 这唱不唱了 都无所谓了 我有所谓啊 这我还唱什么唱 有你们俩养活我呢 不行 大伙得听了 你就是一把小弦啊 我还有一个帮手 还有一帮手呢 有一帮手 还有一帮兄呢 来叫上来参观一下吧 我的帮手过来 还有吗 还有啊 来吧 我大气 这也不是外人 这个 这是我徒弟 你看这状态就像我徒弟的样 怎么 这是德运社赫字科的弟子 这个法号清源 赫字科出的法号 和什么是 和什么是 来个座吧 俩人站着 还有凳子 来吧 也不说说像是不容易 什么都得会 说学逗唱 但是我说句良心话 独占花魁 我好多年不唱 一九九几年初那会儿 说像不挣钱 只能外边唱戏去 京剧 平剧 河北帮子 搭小班唱 跑农村唱庙会 没少唱 这个 咱们唱着玩啊 如果说哪要是 忘了词了 或者是签搭不上了 各位你们多做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 像话 来吧 他们也准备好了 真事是不是 这就是真事 很高兴 今天能够跟儿子 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要我来了 因为啊 这就甭因为了 这里还搭着我呢 这里头 还有你呢 行嘞 您准备好了吗 我早准备好了 儿子 怎么跟你哥聊天呢 什么乱七八糟 来吧 唱吧 没预认 后台有谁算谁啊 就一把惊呼带一个声 那个乐器叫声 对 挺好 你们好了吗 现在开始吗 我早好了 我们听这出 空类框 以彩类框 唱家一口 放下了幼胆 耳目睁开 从上下自己打量 女春的拆 只见她秋破万转 神仙台 为什么 埋小青楼流落的烟花 远中能来 她上眉紧紧锁 愁勇埋木开 真好比风吹河野 所有拍 与大礼花 待累开 点点打下来 为什么 这姑娘 愁眉 难摘 有什么 伤心的话 对我学开怀 这尖石道叫我 难才又难加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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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哥儿仨听了 往那边去 哪有占篇 你们哪儿仨听了 这也不像话 说句良心话 好些年不唱 其实这个关键是听弦 一把弦 一个生 俩人坐在一块 其实我觉得 生可能在院戏里面最简单 生啊 我们记得当初有一个南郭先生 是吧 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是吧 行了 俩人完成任务了 今天表现不错 挺好的 谢谢两位 收嘞 辛苦啊 其实来说 我最词识的这 不是京剧的 那什么 我最词识是平戏 平戏也有这 当初平戏唱的 但平戏那孙女良心的话 一人就不好唱 怎么又一人 你想啊 麦游郎独占花魁 是小声和花旦的对戏 这最好听啊 好听 但是说句良心的话 没有人配合就没法唱 你看看 这您算点错 我不会 我可以配合 但是我不会唱平戏 那您配合一下就好 好吧 不用唱吗 咱们这样 咱们就来这个夜宿花楼这一点 您就是花魁 好 这我又花魁了 你咋外边啊 陪完客人回来了 这我倒有胜伙 那是 什么叫陪完客人 喝的跟醉那个似的 醉什么似的 在这就睡觉了 我呢 钱交给您前台的负责人了 然后呢 那是 到楼上一瞧 一进门 有一大香楼 就点香 香跟这 我就愣了 傻了 是 闻了一鼻子香 嗯 闻了闻心神 回头再看 你在这睡觉 我不忍心叫你 我喝多了 桥楼上鼓打一羹 嗯 小生从这开始要唱 是 好觉儿连唱五更 哦 五更不一样的心情 嗯 到最后要跟花魁说一说知心话 是是是 我唱这卖油郎琴重 哦 您就来这花魁 我花魁 你省事您也不用打签唱什么的因为这会儿您主要睡觉 那对喝多了是不是 这可以 但是您还得帮个小忙 呃 还敢一个什么呢 因为这儿还点着香呢 这点香怎么呢 没有这个 不好作戏 那我 他愣住之后 啊 他先把这香挥开了 哦 再叫板 呀 论敦大大 唱了吗 太唱 那这没香炉 没有这香 您怎么了 啊 你会抽烟呢 我抽烟当那香啊 您也没词 跟边待着也颠 你来根烟 这台上闹得哼不闹得哼 你闲着也难受啊 那倒是倒也是这么半天 你带着烟了吗 我这随身带着 这 这我这是这么半天没抽了 倒是引上来了 你知道吗 真点呢 那这样 咱 这个也得也得有伴奏 也得伴奏 这个没有伴奏 他当中作戏很难受 他唱完歌之后 有行弦的地方 京剧的小孩能干 平戏才就不行了 我们请了专业的 我们从评论院 请了乐队老师 这太好了 来我们又请乐队的老师 来来来 这老一家还在感觉的呢 又是你啊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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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躲这么远的 儿子你躲开干嘛 老有我这里头 平戏你也会是吧 我也会啊 都行 一个人干 俩人干呢 俩人干呢 来来把那秃子叫回来 还是他 把那个法师请回来 这也没别人了 法师这状态 真要上朝制 拿着象牙护板的 这乐队也来了 你平具也行啊 可以 京剧用的是这个京护 平具用的是板护啊 你说说个相声容易吗 都得会 不会点能力打成的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们先行着弦 让你大爷 酝酿一下感情 你大爷在这个戏里 扮演一花痴 别提花痴了 酝酿感情 那不是要把烟点上吗 来来来 真点了 老听说 于老师抽烟喝酒烫头 你们都没欣赏过 抽的不定多好看了 来吧 我干了这么些年这个 我都没见过 台上抽烟的 我也第一回 来吧 都没见过 草丝将军 对我在窝窝 无奈我在楼上来等 耳平翘了耳光大 耳光二点月光花 八仙坠四个盖碗 一壶茶 一壶暖茶 奔在了省 又不凉又不热又不大呀 茶壶紧对应讨讨 花魁醒了好喝茶 我在楼上熊方便 三宫三殿月西夏 三宫三殿月发白 花魁女九岁她起不了深爱 满头煮嘴 碰上来滚 一下劲儿劲儿拾起来放着梳妆台 伸手掐住苗花 再叫姑娘 细说明白 花魁女九岁她起不了 大爷来玩儿呢 去去去去 谢谢大家